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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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來到今年的行政長官2022年施政報告相關措施的記者會 台上有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先生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教授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常任秘書長王志祖先生 以及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麥德偉先生 今日記者會先由楊局長作開場發言 隨後就是宣局長 再接著就是提問時間 現在將時間先交給楊局長 各位傳媒的朋友 我今天會先就行政長官2022年施政報告 有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主要措施作出一些簡介 政府是銳意推動文化發展 令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教育中心 配合國家的整體文化發展策略 講好中國故事 講好香港故事 由我領導的文化委員會 會以宏觀和前瞻性的角度 優化現時的文藝創意產業政策和發展策略 亦都制定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 完善文藝創意產業的生態圈推動產業發展 民體內局會設立文化藝術城市基金 吸引和支持國際和大型文化藝術城市 落戶香港 促進香港的文化產業發展 打造香港成為文化藝術之都 我們初步計劃是從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 每年撥款大約6000萬 資助4項活動 我們會盡快推出計劃 令到一些在2023年舉行的文化盛事 可以盡早受惠 政府制定文化藝術設施 以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教育中心 我們會推行一項新的人才培訓計劃 提供130個實習的名額 資助香港演藝學院 和其他大專院校 主修文化藝術相關科目的畢業生 在不同的文藝機構和藝團實習 亦都會撥款支援 從未獲資助的新進藝團和藝術家 為他們提供更多展示他們才華的機會 我們邀請演藝學院在制定學院 未來十年策略發展計劃的時候 研究它在本地 以至在大灣區培育文化藝術人才的定位和角色 亦都考慮在北部都會區設立另一個校舍 增加非本地生的比例 以及這些非本地生的住宿需要 我們亦都會加大力度推廣中華文化 提供市民對中華文化和藝術的興趣和認同 同時向外說好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 為此我們會資助入圍的國家藝術基金 以及本地藝術項目到境外演出、展覽 以及參加其他活動 我們會興建中國歷史文化推廣活動中心 配入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館長 舉辦教育和推廣活動 增港大眾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認知 從而加強對國家的歸屬感 我們亦都會繼續每年舉辦中國戲曲折及香港州這些活動 亦都會在2024年在香港舉辦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 推動本地藝團和藝術家的對外交流 流行文化是整個文化生態重要的一環 流行文化是可以彰顯香港的文化特色 亦都帶來經濟發展的動力 康民署會在2023年舉辦第一屆的流行文化節 首階段的重點是介紹1960至1990年代 一些別具香港特色的流行文化 以及它的代表性人物 以巨星的創建歷程 見證香港的發展和香港精神 啟蒂新一代 具創造星 身身不適的文化傳承 我們更加是可以透過電影 電視 串流平台去推動流行文化 電影發展局會推出兩項計劃 第一項是資助啟用 亞洲國家電影人合作拍攝 赴香港和亞洲文化特色的電影 令到香港的電影可以走出去 更加容易打入境外的市場 第二項是資助開發串流平台內容 和培育花影視創作團隊支持香港作品 打入串流平台播放 也都乘著串流平台的普及廣泛覆蓋 是開拓新的發言渠道 我們會考慮資助電視產業發展 和推動香港流行文化走出香港 例如支持本地的電視台和內地 或者亞洲團隊去聯合製作一些綜合的電視節目 在體育方面 我們將會與體育界、學校和其他機構攜手合作 推出新的計劃 以推廣奧運會和青年奧運會近年引入的城市體育項目 例如三人籃球、運動攀登、滑板和霹靂舞等等 我們會優化M品牌計劃 研究增加每項活動的資助 增加同一機構每年可以申請舉辦的M品牌活動和資助 以及放寬申請人的資格 以鼓勵更多團體在香港舉辦大型的國際體育活動 為推動運動專業化和產業化 我們會支持職業聯賽和球會的發展 包括支援合資格的球會 是優化訓練和比賽場地的安排 同時支持本地球會參與內地和區域性的大型賽事 推動體育交流和為香港體育的產業發展注入動力 我們推出體育及康樂設施10年發展藍圖 制定更加具前瞻性的路線圖 提早作出規劃準備 分兩階段持續提供約30項的康體設施 其中我們將會在白石興建第二個體育園 提供多元化和更多符合國際標準的場地 在旅遊方面我們會繼續按照國家十四五規劃干擾 十四五旅遊業發展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干擾 和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 為香港的旅遊業發展定下的指導方向 和按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 是會全面地有序制定 亦落實多項措施和項目 以發揮香港在國家規劃之下 作為國際城市旅遊樞紐和一程多站示範核心區的角色 近月隨著疫情逐漸漸趨穩定 政府已經在多方面有序地穩妥去調整防疫措施 我們亦會繼續密切檢視疫情的發展和積極考慮進一步的放寬 以推動跨境旅遊逐步回復正常 我們會與旅遊業界攜手為重振香港作為首選旅遊目的地做好準備 旅遊事務署昨天也宣布推出承擔額達到6億為期三年的文化估值本地遊鼓勵計劃 鼓勵業界開發和推出更多具文化和估值旅遊元素的旅遊路線和產品 同時也宣布了新一輪的上利遊香港活動增加名額 旅遊事務署稍後也會推出新一輪的上利住活動 是繼續刺激本地零售、酒店和餐飲消費支援本地的旅遊 我們會繼續開拓更多本地文化旅遊資源 包括提升香港濕地公園的設施 以及陸續完善20條位於交易公園內熱門和具旅遊潛力的行山徑旅遊配套 旅遊事務署現在籌備在2022至2024年 推出為期三年的西貢海藝術節 藝術節的首階段會在今年的年底 在鹽田寺和喬嘴州舉行 藝術節期間會有多個展品和不同主題的導賞團和活動 免費供遊客欣賞和參加 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待會在問答題文的時間再回答大家的問題 請司局長 各位市民傳媒朋友大家好 歡迎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今天我和我的同事會和大家簡介施政報告裡面 有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範疇裡面的重點措施 國家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香港的發展 我們的十四五規劃干擾也都明確地支持香港成立創科中心 這個是我們其中一個施政重點 今年的施政報告貫徹十四五規劃干擾 就是香港應該是設立香港成為一個創科中心的重點 我們會制定一個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南端 我們搶人企業搶人才的政策也都會發展 昨天我們的有關局長已經就此為大家作為了介紹 今天我會就四大發展方向再跟大家去交流一下 第一就是完善創科生體圈實現香港的再工業化 第二就是壯大創科人財富增強發展動能 第三是建設智慧香港提升市民生活質素 第四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同時是鞏固香港國際化的優勢的 我們期望透過有清晰的發展方案和策略 可以更好協調和統籌有關的措施 引領香港全力去推動創科發展 我們也都會定下這個績效指標 並持以結果為本的理念推進創科發展 第一就是完善創科生體圈實現香港中業工業化 我們會設立100億元的產學研究價運 在明年開始以配對形式分兩期去資助 不少於100支有潛質成為初創企業的大學研發團隊 希望再推動科研成果轉化和商品化 我們通過制定清晰的產業發展政策 我們會聚焦在生命健康科技 人工智能和數據科學 和先進製造和新能源科技等的優勢產業 我們會透過50億元的策略性創科基金 和河道區就是我們講到的共同投資基金 是製造創科土地和空間在五年來吸引不少於 100間具潛力或者代表性的創科企業 在香港設立或者擴展業務 當中包括和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合作 吸引至少20間龍頭創科企業 來講或者拓展他們的業務 另外一方面政府就會設立工業專員 專責統籌和督道再工業化的政策 協助製造業來用創新科技去轉型 此外我們也會研究在大埔創新員 興建第二個先進製造業中心 我們的目標是五年之內 就是將在港設立的智能生產線 在五年間現在是30條增加至超過130條 我們也會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 第二我們會全熱落實 河套區的港深創科園的建造 和科學園和數碼港的擴建工程 和加快北部都會去新田科技成的發展 第二是壯大創科富人才富增發 增強發展動能 我們會和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合作 就是希望能夠吸引人才 帶來樂回香港的 我們也都優化科技人才入境界 包括撤銷平用本地固形的要求 和現場配額有效期至兩年 和涵及更多新興科技範疇 也都是研究人才富裏 我們的資助也會增加10%的資助 並額外維持有博士學位科技人才 提供生活中貼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會增加 對創科人才的住宿支援 包括在河土區的港深創科員提供住宿空間 和在科學員附近研究建造新一座的創新斗室 我們也會拓展創科實習計劃 為本地指定大學在大灣區設立的分校 和海外修讀STEM相關課程的大學生提供本地創科實習的機會 目的是希望這些優秀的學生在畢業之後留港工作 第三是建設自衛香港提升市民生活質素 我們一向致力建設自衛政府 兩年之後政府的服務會全面電子化 三年之內我們會全面採用 採用至方便提供一站式的數碼服務 實現政府服務一網通辦 相關部門也會彼此推進各項措施 比方說是自衛出行 另外我們會積極開放政府數據 和鼓勵公司型機構開放更多數據 和給業界一起去應用 也會和內地探討內地數據香港流通的安排 共同推動大灣區自衛城市協同發展 第四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同時廣告香港國際化優勢 我們會以河濤區港深創火源為視點 在一區兩園的基礎上 和深圳研究事行創火合作跨境政策 涵蓋兩地的物資資金數據和人員等領域的流通 部分河濤用地明年期也會招商引資 我們會積極吸引海外的創火企業 進駐港深創火源 另外相信大家都留意到 國家首次會在香港選擇在河專家參與在銀行天工程 可以看得出國家對香港的高度重視 我們正在積極做和配合有關的選擇工作 為國家選擇優秀的人才 各位創新貨機是 從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重要引擎 我們這四大方向會繼續推進有關措施 希望致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謝謝 提問時間 大家試意發問 我們同事會遞上麥克風 提問之前請你講出你代表的傳媒機構 問題不要多過兩條 請聚焦施政報告的相關內容 這個 左手邊第二排大胎的男士 你好鳳凰衛士 首先想問一下創科方面 宣局長剛才也說到 在出進科技產業發展方面 都提到未來是想在五年入面 吸入100間職具有潛力 或者是代表性的創科企業 在香港設立 或者是軌生的 或者是國中業務 其實有沒有一些具體的標準 門檻是怎樣 現在是不是已經有一些目標的企業 另外想問一下楊局長 關於體育方面 其實好像劍擊這一類的運動 以前一直都不是一些 精英的重要體育項目 自從是有港隊代表 在奧運拿到金牌之後 才獲得政府 政府投放多些資源 譬如是擴建這個劍擊館 但其實有一些射箭 手球這些非重點的 精英運動項目 其實都有很多運動員 拿很多區域獎 其實政府有沒有想過 未來可以在這些 非精英的項目裡 投放多些資源 謝謝 宣局長 首先謝謝鳳凰衛士記者的提問 我們加速引進過百間的企業 它是為了配合香港整個 整個在工業發展藍圖的 我們在工業發展 包括三部份 第一 培養本地初創企業 第二 幫助本地企業轉型升級 第三 就是加速引進 我們引進計劃 這個針對的企業包括哪幾個呢? 有四類 第一 我們希望引進的企業 是比較高的技術含量的 在某一個領域能夠達到國際領先水準 而且是非常適合香港發展 使香港有可能成為國際領先的 這是第一個標準 第二個標準 我們會考慮引進的企業 能夠為香港的經濟增長 帶來更大的貢獻 比如為香港的GDP增長 能夠作出更大的貢獻 第三個呢 我們希望引進的企業 能夠幫助改進香港的就業 特別是為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多提供一些就業機會 第四個標準 我們會考慮引進的企業 能夠利用 幫助利用香港所長 服務國家所需 能夠使香港更好的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多謝 體育項目那裏 其實大家都會明白 始終資源有限 我們可以用的資源去推動體育普及化 體育盛事化 體育精英化 再加上現在我們都會推動專業化和產業化 所以在有限資源之下 當我們去選擇一些精英項目 作為我們重點培訓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有一些 過去定了下來的一些條件 包括了 它是不是一些在奧運會裏面的項目 或者是亞運會的項目 又或者過去 我們運動員的成績究竟是怎樣 所以在一些選擇項目的時候 當然我們就會看回這些條件去決定 因為我們都有一個公平的制度 但這也不代表我們對一些 比較新或者現在發展的項目 我們不理會他們 我們都一樣會提供支援 透過一些個別項目的體育總會 我們都透過這些提供一些支援 令到可以在整體社區裡面推動這個項目的活動 從而更加培養一些成績比較好的 去參加不同的比賽 這個也是我們每一次大型運動比賽之後 我們都會去重新檢視一次 譬如在體院裡面 我們分為不同類型的精英項目 究竟怎樣分發那個問題 但是我們會盡量在香港提供多些機會 給別人參與一些不同的項目 亦都希望可以提供多些機會 給在不同的運動項目裡面 是有表現的運動員 是有機會更加多的支援 去參加一些國際性的比賽 下一條提問 右邊第三排的白色T恤的那個男士 就是戴灰色口罩的位置 你好 經濟日報 首先想問回受到疫情和香港防疫政策的影響 不少的體育總會都擔心 接下來的體育城市是不再選擇在香港舉行 事實上世界龍舟錦標賽 亦都是在夏年移私在泰國比賽 那麼想問楊局長 香港有沒有什麼政策 可以爭取這些城市回來香港舉行 另外看回N品牌計劃 相比在五年前 他們比賽的類型都是比較接近 局方有沒有計劃 或者是已經聯絡一些新類型的比賽來香港 香港有什麼地方吸引到這些比賽 落戶香港呢 另外想問回旅遊方面 旅遊業界一般認為 施政報告提出的文化古蹟本地遊 對業界幫助是有限的 始終是要接待外國的旅客 才可以令到業界有復甦 旅遊業界就建議政府參考日本通關初期 安排境外的遊客團進團出 用半幣環的管理方法 業界就認為可以接待這些境外旅遊團 才可以令到業界復甦 局長你認為這些方法可不可行呢 謝謝 兩個問題其實都跟現在我們面對疫情有關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一直以來我們都是因應疫情去做一些防疫抗疫措施 在做一些防疫抗疫措施的時候 無可避免地影響到一些 譬如出入境的限制 或者一些我們日常的生活都會有些影響 但是在這一屆政府其實 經過大家的努力 大家會看到這一屆政府 其實我們已經逐步逐步有最精準地去放寬 一些過往的防疫抗疫措施 現在我們最新入境 我們用零加三這個去處理 的而且確 當防疫抗疫措施比較嚴謹 或者當是 譬如在外地進來的人 是需要一個比較高一些的防疫要求的時候 是會令到有些人 是覺得 是不是真的要來到香港呢 這個問題 無論是參加體育活動 或者來觀賞一些體育活動 或者來香港旅遊 都會是一個 是會有些影響的 但是大家的確 現在看到我們已經逐步放寬 我們都希望透過大家一起 全社會一起努力 早日將我們的疫情能夠控制得到 我們更加可以進一步去放寬 至於你說是吸引一些體育盛事 其實大家會看到固然 年與年之間 我們有時候都會有些項目身家 也都會有些項目減少 大家仍然看到 最近我們的世界足球大師賽 接下來的籃球賽 以至於我們接下來會看到 有壁球賽 有網球挑戰賽 這些我們已經一路一路 包括高爾夫等等 我們都一直在計劃裡面 在接下來 2023年的頭 都會陸續展開 所以很多大型的賽事 仍然會回來香港 個別一兩個項目 可能他有其他的考慮 決定去別處試一下 這個當然我們都要接受 但我們也會繼續 跟香港的體育總會保持聯絡 鼓勵他們更加多 去安排多些的國際性賽事 來到香港去舉行 我相信慢慢慢慢大家會看到 其實一直以來 香港都是一個非常之適合 辦一些國際 無論是體育的城市 或者是文化藝術的城市的地方 這個我們希望可以繼續做 M品牌那裡 我們固然現在會做一個 在星期報告都說了 我們會做一個檢視 包括我們會考慮 譬如每個項目提供的資助人馬 每個機構可以在 申請的數目 或者申請機構的資格 這幾方面我們都會做一些 重新的檢視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些工作 可以加強到 M品牌這些資助的吸引力 吸引多些項目來到 在旅遊那裡 真的最能夠幫助旅遊業 當然就是盡快 可以無條件地 讓海外遊客來到香港 這個大家都會知道 但是我們當中 也真的經常都在說 我們要平衡 香港整體疫情的發展 以及香港市民生活上面 或者他們健康上面的風險 以及經濟的需要 至於怎樣去幫旅遊業 我們一直都跟旅遊業的朋友 一起去保持溝通 我們一起攜手去做 他們提議這些 譬如閉環式 或者半閉環式 或者用團的形式 我們也都聽到 我們都會看看實際上 的可能性有多大 因為香港的環境 可能跟日本也都 每個地方都有少少不同 那麼香港的環境 你能夠做到多少閉環式 香港是一個比較小的地方 有多少地方可以完全閉環式去做 這些我們都會考慮 但是我們願意能力範圍內 做得到的 我們都希望幫到業界 在一個困難的時候 都能夠得到更多的幫助 下一條提問 左手邊 第三行 第二位 穿著玉色三個男士 你們很明白 第一條問題想問回宣局長 其實都看到施政報告提到 會探討將內地的一些數據 流通香港 其實現在有沒有初步 有哪些類型的數據 已經在談 會流通來香港 之前施政報告 有些學界的意見都想 可能是一些有關 內地 中國人體質的一些數據 可以幫他們做一些 藥物研發 這些有沒有進展呢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如果遇到困難 主要面臨的困難是怎樣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都想問回楊局長 有關施政報告都提到 其實未來會成立一個文化委員會 邀請業界的喬楚 其實現在有沒有一些初步的人選 大概組成和人數 大概會有多少 而其實以往在2000年的時候 都曾經設立相同名的一個委員會 之後被廢除 其實今次委員會 跟當時的職能上 會不會有什麼分別呢 而至於有外媒都引述一些消息 就說那個蝙蝠俠的電影 是被要求停禁播 這一個是屬實 還是不是屬實呢 如果是屬實的話 有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楊國長 孫國長先熟 多謝明報記者的提問 大家都知道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在今年9月1號 就是 趙勢發佈 促進數據安全評估 辦法的 希望能夠有更詳細 和嚴格的在這方面的規定 我們現在正在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在初商的當中 怎樣去根據香港的特殊的位置 畢竟香港是屬於境內、國外 希望能夠有一定的條件 在下國內的數據 可以輸到來香港的 有關的初商都是進行的當中 你提到的 在哪些範圍呢 首先 教育、科技、市民、市場、生活方面的數據 我們會優先考慮 包括兩地的交通信息、金融信息等等 特別在香港 很多大學在內地都有分校 所以在科研過程之中 這個數據怎樣可以有效的流通 對於兩地辦學非常之重要 我們香港和大灣區給錢 都有科研團隊在搞合作 所以大家雙方的數據分享都很重要 還有香港很多的科研團隊 包括生活科技團隊 等等都是需要相關的數據 去整合進行科研的 這些都是我們優先考慮的範疇 同時香港我們也在考慮 怎樣制定有關的措施 令到內地的流向香港的數據 可以有妥善的應用和保存 為什麼我們要和內地商討呢 因為今後人工智能和數據科研 成為我們重點的發展領域 所以香港有條件 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數據中心之一 如果有自己的數據 有內地一部分的數據和海外的數據一起結合 今後在未來的我們的智能的建設 數字經濟發展 還有之後對貿易交通和物流 都會有很重大的作用 所以現在我們和內地有關的部門緊密磋商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有好消息和市民公佈的 謝謝 請問到明報記者朋友問到文化委員會 其實那個想法是 大家都知道過往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 是比較開放 還有很多藝團或者很多藝術參與者 他們都利用這個空間去發展自己的 一個在藝術上的向前發展或者表達 這個我們在香港裏面是一個 我們自己獨有的一個環境 也造就了 因為我們也有一個很深厚的中華文化根基 也都有因為歷史的原因 我們接觸西方文化很多 也是一個地方令到我們 中西文化在香港 做到一個非常融合的一個情況 過去幾個月我自從接任了 做文化體育及理由局局長 接觸很多不同界別的朋友 包括了文化藝術界 其中一個反映都是 希望能夠更加清晰 理解到整個未來文化發展 尤其是在產業上的藍圖究竟是怎樣 而亦都是因為 現在我們已經將香港定為 要向著中華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這個方向去發展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是需要在整個香港 是有一個大家共同的目標 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 去逐步去展開相關的工作 令到我們真的能夠 實實在在利用我們的優勢 去成為一個中華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所以我希望成立一個文化委員會 正正就是在頂層上 能夠做好我們規劃的工作 做好我們設計藍圖的工作 而在一個大的規劃和藍圖之下 能夠清楚讓在業界的朋友都看到 香港在文化藝術發展 在未來發展的方向 從而大家在一個這樣的方向之下 大家仍然是維持 可以有一個充分的空間 讓大家就著自己 在文化藝術裏面自己的範疇 去發揮和發展 但整體來說 仍然是大家共同向著 為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 為我們的產業的發展 為我們成為中華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發展 是一起向前走 這個就是我們成立一個文化委員會 我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 當中我們會找 譬如我們現在在香港 都有很多 譬如九大團或者藝法局等等 都有很多機構在裡面 我們當然會和那些機構保持一些聯絡 也都會找一些在業界裡面 比較有地位的人 大家一起去談 但至於有多少人或者是哪一個 暫時我們還未去到這麼仔細的地步 但我們心目中也有些人選 我們在成立的時候 我們都會盡快向大家交代 你提到今天我也是剛剛看到 就是有關 有段片 原本預定在下個星期 有一個放映的機會 但現在就停了 當然這個 這個決定不是由我們 這個局或者我們那個部門去決定 但我相信大家都要明白 在香港 我們有一套制度去決定 究竟那個 某一個時候放一套電影 究竟是否適合 這個是一個已經有一個既定的機制 我們都相信過往 所有的電影 我們都是經過同一個機制去處理 我相信大家可以放心 這個是一定是一個合理合法的情況之下 才作出一個這樣的要求 下一條問題 左手邊第三行 穿著白色藍衣的那位女士 嗨,這是從DSM 我是南亞早報的 我想知道多些關於不創新科技的 從1到N的計劃 就是這個一家計劃 有沒有說有一個時限 什麼時候應該要有些結果 至於體育和文化 除了是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就有很多的博物館 新的博物館 會不會加多一些其他不同的主題 譬如是和香港的文學有關等等 而那個流行文化節 會不會考慮是 除了是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流行明星之外 會不會包括現在新的那些呢 如果不包括為什麼呢 那另外 為什麼會香港下個星期取消蝙蝠俠電影上映呢 是不是因為和國家安全 還是其他原因有關呢 我們呢 多謝你的問題 我們就有這個 這個從1到N的這個 就是有這個計劃 就是有100億元的 其實產學研一家計劃 就是可以配對到大學的研發團隊的成果 將它轉化的 那 令到這些成果可以轉化到地和商品化 所以這個是一個新的計劃來的 而我們目前的計劃呢 就是我們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是應該明年初會這樣做 那如果立法會批准撥款的話呢 我們就會開始接受申請 在二三年裏面接受申請 那至於怎樣去挑選那些研發團隊呢 我們仍然都還是探討著怎樣去選擇這些團隊 但是有些基本的原則 首先呢 這些研發團隊呢 是之前已經出過一些科研成果的 良好的科研成果 因為我們希望這些團隊呢 是能夠將他們的科研成果 可以商品化 那就是跟著之前 一做end 那個做法做好了 那現在再上一步呢 將它成果就變成了商品化 那所以這些研發團隊 必須是之前已經證明到 他們有強大的研發能力的 第二呢 我們希望這些研發團隊 所以 也都可以證明到 即是他們未來呢 是可以將他們的科研成果 是廣泛這樣市場化的 那就是成果轉去轉化到 去給工業那裏發展的 那另外 所以要看他們的研發能力 市場推廣的能力等等 那另外呢 大學也都是要有強大的支持的 譬如說 如果他們要一些資助 無論是私人界別 哪裏呢 都等他們可以去 開始研發 那他們都要有這樣的能力的 那所以呢 就有這幾方面的考慮 至於個細節呢 我們將來會再宣佈 有關第一個問題 中 國文學博物館呢 這方面 其實昨天 行政長官 在立法會的答案大會裡 都有解釋 政府可以提供不同的形式 去做各種的博物館啊 展覽啊 或者是文化活動的 那我們也都是很樂意 去支持 比如說 好像中國文學博物館的 這樣的建議的 因為我們都是支持 推廣中國文學啊 這樣是對於香港的文化發展很重要的 在我們的十年 文化藝術設施發展藍圖裡面呢 我們計劃再建多四間博物館的 兩間 好像你說一間就是中國歷史 和中國文化的 另一間呢 就是關於 就是 是古蹟保育的中心的 以及收復的中心的 兩個博物館 我們都已經有計劃的了 另外那兩間呢 現在還在規劃的階段 我們都還沒有決定那個主題的 所以 我們正是和業界的相關人士 討論著 內部也都在做討論 我們會 盡快地落實有關的主題 至於 那套電影 剛才 其實用廣東話 我都解釋過的了 我想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你去接觸 相關的決策局或者部門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詳細的 答覆為什麼這套電影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撤回的 其實我也沒有這些細節 因為我們剛剛才在新聞那裡看到的 但是在剛才我回答你們 同行的問題的時候 我也有說過 我希望你們信任我們的制度 我們有一個很穩健的制度 我們如果看一套電影 應該怎樣分類 是不是合適的公映等等 我們都有一個制度去處理的 關於流行文化的方面 我想你都可能明白到 流行文化隨著時間是會轉變的 在不同年代 在社會不同階段 都會有不同的流行文化 在我們的建議裡 在第一階段 我們就想集中看 六零年代到九零年代的流行文化 但是當然我們可以請現在的表演者都參與 或者我可以請常文秘書黃先生 再講多些關於流行文化 這個階段就是關於一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由六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這些人物都是見證著 或者是代表著我們中西文化的交融這一點 我們融會了中西兩方面的文化 我們也都 凝聚到一個很大的湧等的社群 藉著舉辦這些流行文化節 我們可以啟發我們的下一代 讓他們看看上一代人有什麼成就 然後讓下一代在日後得到更大的成就 這個就是流行文化節背後的構思 當然這個只是講第一個階段 或者我們也可以加入一些當代現代的人物 現在當代文化都有其他的東西 我們都不需要特意幫他們搞一個文化節 有一點我想特別強調的 除了這個流行文化節之外 我們也都希望可以設立一個流行文化中心 或者是一個館 令它成為一個地標 令它變成一個香港流行文化的地標 每一年都有一些亞洲其他地方的人 來香港為一些多年來的偶像致敬 這些偶像可能現在已經不再人世了 我們看到有很多這些人的支持者都來香港 我們希望都可以建立一個這樣的地標 讓不同地方亞洲各地的支持者 都可以來這裡 來向他們的偶像致敬 讓他們可以啟發我們的下一代 右手邊第三行補藍色衣服的那位女士 你好 我是深圳衛視的記者 我是深圳衛視的記者 我們的問題可能關於施政報告 當中關於香港發展和國家發展之間的關係 最近中國二十大報告有一個關鍵詞 叫做中國式現代化 其中科技和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想請問先東局長 從施政報告當中你負責的內容來看 你覺得香港方面科技創新的實力 可以如何幫助國家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 和香港又怎樣找到自己的機遇 第二個問題想請問楊局長 在施政報告當中 也都重點強調香港要發揮這個 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 未來中國國家可能在現代化過程當中 也都強調一種跨文化的交流 你覺得香港在其中發揮怎樣的獨特作用呢? 多謝 多謝孫副局長 多謝鳳凰衛視的提問 正著進行的二十大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 中國第二個八年發展目標 在開幕講話當中 特別強調科教、興國、立國、強國 從這裡提出 未來的中國民族復興和國家發展 是科技物不可分的 香港現在已經提出要建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這個發展的方向是以國家的發展大局 物不可分的 過去香港在國家站起來、立起來、站起來、強起來、呼起來 包括現在強起來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實際上我們今次在施政報告去頭 我們在科技創新方面 我們提出的四大方向 第四個方向就是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我們特別強調怎樣利用香港所長 符合國家所需 所以我強調我們在引進海內外企業的時候 也都會看到這一點的 我們未來科技產業的發展 事實上過去這些年來 香港和大灣區以及內地其他省市 在科技合作方面是非常緊密的 現在我們從科研來說 大學科研來說 現在有將近10億元的科技項目在這裡進行的 香港許多的科研團隊都和國內的大學研究機構 包括產業有緊密合作的關係 今後我們會進一步鼓勵和加強這種合作關係 實際上十四五規劃當中 也都提出了幾個香港和大灣區合作的平台 包括河濤包括前海和廣州南沙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正在加速建立港深科技合作開發區 它目的是要將河濤建成一個特區中的特區 要成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一個重要的先行地方 對於河濤的定位 我們要建立全球先進產業研發中心 以及中產業平台 綜合產業平台 總而言之 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會全方位的開展和內地的有關合作 特別是和內地各個省市部位 要建立產業研的平台 以香港實際行動產學研的平台 為中國偉大復興成立貢獻力量 有關文化發展方面 我們國家其中一個重點發展 就是發展成為一個文化的強國 而且我們總書記在二十大開幕的講話之中 他也提到有關建立文化資訊的重要性 在香港 當我們考慮未來文化發展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配合國家整個文化產業的發展 這樣我們才可以說 香港的發展是融入國家的發展 十四五規劃把香港定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其實我們也看到香港的文化 是接近於中華文化 然後我們過去也融入了很多西方文化裡面對我們有影響 所以我們有一個獨特的文化特色 比如說我們現在用中華文化 用一個外國比較容易接受的方法去演繹出來 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未來要講好香港故事 講好中國故事的原因 當然怎麼做這些工作呢 未來我們在政策方面 人才培訓方面 在政策方面等等都要做到多做一些功夫 怎樣可以做到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呢 現在我們主要是硬件的建設和人才培訓方面著手 加上我們也是多辦一些文化的城市 文化交流的工作 我相信這些工作可以幫助國家的文化發展 我們應該可以幫到的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發展的重點 關於最後兩條 左手邊白色衣服的藍士 第四排第四行各位 是麻煩商臺的 首先想問一下楊局長 問一下流行文化節 第一階段除了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明星 為什麼不第一階段 就考慮一些近代的明星呢 其實目標是想吸引哪些年齡層的觀眾 會不會令到年輕人不太有共鳴呢 另外還有沒有一些可以協助香港流行文化 推上更加大的市場的具體措施呢 另外想問回宣東局長 在引進了創科企業之後 期望會對香港的GDP貢獻多少呢 會不會有一個指標可以衡量到呢 謝謝 楊國長 好啊 正說其實常常秘書長都解釋了很多 關於我們希望在推動流行文化裡面想做的事情 其實流行文化在不同的時代都會有它的流行文化 我們說我們推動流行文化就是看到在整個文化的範疇裡面 除了一些傳統的文化、一些高壓文化 我們也都有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也都在一個社會裡面 在某一個時期是講為那個時期的人接受、推動 也很多時候是成為一個產業 我們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大家都會接受那個時候 我們的歌影視的流行文化 影響是很深遠的 無論是去到國內、亞洲 以至到衝出亞洲 都是有香港的流行文化 是有一個影響力在這裡 我們這次集中在六十至九十年代 其實就是一個重溫 亦都是因為我們有建於看回流行文化的發展 我們覺得藉助我們去重溫這段時間的流行文化 是可以再一次帶動大家的記憶 亦都能夠對新一代的藝術 或者文化工作者作為一個鼓勵 我們都看到現時無論在國內 或者在亞洲其他地方 就算在香港 亦都有不少的人仍然是非常欣賞 在那段時間裏面一些作品 或者是非常推崇 在那段時間裏面一些工作者、一些明星 或者一些參與者 所以我說第一階段 我們首先選擇在那裏盛水 就是利用那個時候的優勢 就是重新把我們香港曾經 那個光輝的一個時候 再次展現在大家的眼前 從而再去帶動大家去思考 或者再去進步 當然流行文化是不斷轉變 到今時今日 大家仍然會看到 大家都看到 可能有些樂團 或者有些音樂 是很受歡迎的 這個亦都是成為香港的一個潮流 但我相信我們重新去說回 在60至90年代的流行文化 對我們將來去推動整個流行文化 是會有一個建設性的作用 關於GDP的問題 很多謝你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我們以前談得很少在這方面 香港和周邊的城市比 深圳、新加坡或者海外的南韓等等 當談到創科的時候 我們都會關注一個指標 就是在GDP裏面製造業是佔多少呢 最近幾年我們已經停止了 我們現在製造業在GDP的比例 是大概百分之一 所有世界先進的經濟體 有一些好的創科發展 包括我剛才提到的幾個地方 他們的GDP都是佔百分之二十 有些是三十至四十 我說的是製造業佔GDP的比例 從某個情況來看 製造業在GDP的比重 是一個重要的 和創科發展一個相關的重要指標 我們剛才說到 我們希望能夠引進一些大型的企業 特別龍頭企業 我們是要特別去看GDP的 比方說我們現在是引進一個企業之後 幾年之後可以創造一千億的一個價值 就三百億或者等等 所以相對等於我們現在百分之一 我們可以增加百分之一的GDP的點 在深圳一個企業可能一年可以為GDP 產增幾千個億的GDP 新加坡的情況都是相同 所以這些地方製造業的比例上升 就是這樣產生出來 現在你問到究竟這個指標有多少呢 我現在不敢說 但是我們都是努力 十年之內 我們能不能把製造業的指標 從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呢 是比較進取的 但是我暫時都不太想 但是我們希望 這個時候大家的社會可以共同的努力 再加緊張 後來有一個部份 最後一行是白色衣服的 各位男士 你好 體育Sports Row 想問一下陽局長 兩條關於體育的問題 施政報局裏面有提到 馬鞍山的八石體育園 其實在2017年已經提出奏會興建 這次特地提到 其實已經有確實的時間表 或者說是 純粹告訴大家 你們有這個計劃去建八石體育園 還有啟德都遲了落成 怎样可以让体育界或运动员有信心 其实白石也是可以令他们受惠 另外就是N品牌那里 其实在疫情之前 每年都有大约10至11项的大赛是N品牌 现在施政报告就说至少支援10项 其实是不是也是一个旧瓶伸走 回复以前的水平和放宽的申请资格 是不是其实你们都会觉得要出多一点力 才可以吸引大赛回来香港呢? 麻烦你 我想第一件事 我们今次在施政报告里面 提的一些康体设施的10年计划 是将我们看到未来的10年 我们在不同方面的康体设施 是做一个长远的规划 当然白石在2017年的时候提出了 现在当然还是在一个计划里面 所以我们在里面也会提到 这个就更加反映到我们其实是有决心 希望在10年计划里面 是将这个白石能够推展出来 那在里面当然你说工程的建设 比如在契德岛 因为可能是天气的关系 疫情的关系 令到它有些延伍 有些事情就是在开头计划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可以完全预计得到的 但是我们也是全力在这里推行 就是这些逢是有计划的康体设施 我们也是希望尽早落实 令到市民是可以早一日去享用 M品牌那里 我们今次是希望做一个检讨 其实是希望可以 因应社会的情况 能够令到更加多的项目 可以在M品牌之下推出来 包括侄政娥也提过 譬如在资助银码上 是否需要做一些调整 有些过往我们可能对一些机构 它每年可以申请几多个 我们有些限制 那是否应该可以再度放宽 等等这些 其实目标就是希望 既然有一个计划在里面 怎样也已经走了一段这么长的时间 怎样可以令它更加有效地 吸引到更加多的一些 所谓大型一点的城市 就是体育城市来到香港里面去进行 去发生 我们现在 就是过往在不同的时候 M品牌项目都年年有些转变的 就是不是年年都是定的 那个数目的 有时多有时少 那我们现在的目标 都是仍然希望可以维持到 在十个以上 那其实如果你想想香港 就是这个场地的问题 或者还有这么多城市的问题 其实都可能 那个数目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希望 可以有多些不同种类的 还有就是那个 每个M品牌的项目 可以搞得更加大型 吸引到更加外来的一些 的运动员可以都来参加 在可以的范围里面 我们会不断增加 增加数目 记者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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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